近日,中国首支全流程采用国产设备、试剂和耗材培育的体细胞克隆猫 在青岛农业大学的哺乳动物体细胞克隆基地内诞生 这只克隆猫的诞生证明中国在动物克隆领域具有了完整的产业链 12月5日,中心社记者来到青岛农业大学 专访了猫科动物体细胞克隆项目的负责人 青岛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赵明辉 赵明辉向记者介绍了本次全国产化克隆猫背后的故事 我们这个克隆猫是2023年11月19号上午10点45分左右诞生的 出生的时候体重141克 它是经过一只代孕母猫,妊娠69天自然分娩产生的 到今年的大概是6月份左右 基本完成了药物的筛选以及性能的测试工作 2020年,赵明辉团队成功获得猫体细胞克隆后代 青岛农业大学成为中国首个成功完成猫科动物体细胞克隆的高校 但在当时,克隆过程中所需要用到的大多数试剂及核心设备 几乎都要到外国企业采购 一直以来我们做克隆的核心设备都是从国外进口的 那么这次呢,我们联系了全国很多家的厂商 最终和一家公司建立了联系 他们的设备我们去试用了以后,这个质量是非常好的 但是对于我们做克隆来说,有一些小的细节是不合适的 那么他们根据我们的需要呢,对这个设备进行了一个改进 最终达到了我们的要求 那么我想他这个设备呢,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本次克隆周期为三到四个月 项目前期,团队对完全国产化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赵明辉说,国内的设备在细节方面甚至比国外控制的更好 他能非常好的胜任我们的克隆工作 说明我国在克隆领域高端设备的制造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在之前呢,我们国家就没有类似的产品 主要是受限于精加工技术的限制 那么这次呢,我们联系到的这个厂家给我们提供的样机呢 在我们试用的过程当中发现设备的稳定度 以及设备的精细程度完全不输于外国产品 甚至比外国产品还要好一些 而且呢,我们国内设计的这些设备呢 非常符合我们中国人的使用习惯 它的各种细节的考虑,包括人性化方面 都是做得非常到位的 赵明辉透露,相比使用进口的国外的试剂和仪器 本次克隆猫使用国产设备的整体售价 要比国外低20%左右 药品单独计算成本的话 大概能降低70% 总体成本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1996年,克隆羊多利的出生引起了举世关注 回看今天,克隆技术已不再是秘密 在我国,克隆鱼,克隆鼠,克隆兔等相继面试 关于克隆技术的设备、试剂、耗材都首次实现了全国产化 而青岛农业大学也已成功克隆出了牛、猫、猪等 我们这次这个成果将会推动我们克隆技术 在畜牧业方面的应用 因为我们学校是应用研究型大学 这个样的话,我们的研究成果是需要推广出去 服务于我们的农业生产的 所以我们采用国产的设备、试剂和耗材 可以大幅度降低我们这个实验的成本 有助于我们这个技术在农业上的推广及应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